再来这个西菩提 西菩提尊者问 提出一个问题 他的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出去受供养 我们出去受人家的供养 这个时候我们出去受供养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心来受供养 用什么心来受供养 就问这个魔王 你们自己现在想想看 你们出去化言 你用什么心来接受人家的供养 你稍微自己想想看 魔王的回答是这样子回答 没有取蛇的心 没有取跟蛇的心 也就是说我出去 就是一种随喜随顺 人家给我什么 我看到什么 我想要什么 这个就是取的心 没有舍的心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想吃 那我就把它舍掉 我这个东西我不吃 你要给我供养 我这个东西我不吃 我就把它舍 他说接受供养 是不取不舍的心 是魔王讲 这个时候释迦摩尼佛在旁边打分数 一百分 一百分 ну 我说